這個日本製的 名利的一個大股東 彈珠大王 這個江田控股 這個是江田家族 親生子 他的公司是日本公司的 這個是彈珠大王 全世界的彈珠基大王 不僅是日本 他的財務女主很多 他的家裡有老公老婆 他的兒子有個女兒 他是分為四份 他呢 他老婆呢 八點四十七 其他就交給女兒 分給兒子和女兒 但兒子和女兒 加上就三 即是多他 哪有這麼豬啊 逮你死啦 我這裏講過多少次 我這裏講過多少次 一定要掌握主動權 哪裏交出來呢 我死那天 阿康熙 死都不夠人不行 第一 在我繼承方面來講 持股 重股到今 你只有一個兒子 是不是啊 你死了才是他的啦 你真是 你怎麼這麼草交給他呢 四人的妹子 又欺負了妹子 這不是妹子 是老婆婆 我怕他講 啊 依賴 他騙了我妹子 是老婆婆 接著他跟著 五十三 然後就趕他老爸出 董事部 這兩個人在打官司 妹子就說 喂喂喂喂 我給公園 不是叫你趕什麼酒 賣給他 接著現在來說 就是 四個人呢 扭作一團 是吧 所以我說父子相殘 你看看啊 我們中國 從春秋戰國到現在 這些例子又多到不可吃素 總之一對說話 任何時候都要自己掌握主動團 哪怕那位是唯一的兒子 我自己都是你的 整個都是他的 你發表他做什麼 你給他去跟著呢 他說你未死我也不要你了 那你明白啊 這個是最新的活生生的例子 想到嗎 這句就是什麼呢 就是韓吹子 經常都說啊 主導 主導啊 即是說做 阿頭 即是皇帝 做主上 那個守法的道理 另一個叫做 讓權 千奇你掌握權力 不要呢 是狂落 他說老虎和獅子 這些東西都不怕是什麼 是因為他們有爪 還有牙 如果獅子老虎 沒有了爪和牙 舊都欺負你了 是不是 他這樣說啊 很有道理啊 沒有牙老虎 我們都要說 食物都吃不到 我還怕你 你傻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這些智慧 又有一宗 這麼聰明 成為世界頭的五百首富之一 結果呢 就出事了 兩個加起來 就被這個兒子扔出來 立即從事局射出去 你可以說嗎 繼續